為在非洲中部的 剛果民主共和國 爆發了這個越獄的事件 那麼事發就在 該國最大的馬卡拉監獄 這裡原本的設計 是只能容納一千五百人的 可是卻塞進了一萬五千 名的受刑人 裡頭的環境非常的惡劣 疑似因此在九月一號的時候 就發生了大規模的越獄事件 那麼獄警強勢開槍示警 結果最後造成的是 一百二十九人喪生 五十九人受傷 那麼其中二十四人 是遭到當局擊斃 其他人則是死於推擊踩踏 還有部分的女性的受刑人 傳出遭到了性侵害 那麼當局儘管強調說 沒有受刑人因為這起事件 而逃脫得逞 可是這也讓整個監獄 人滿為患的問題 是浮上檯面了 那麼據傳呢 就除了他們裡頭環境 非常惡劣 寄了很多人之外 還有很多受刑人 是常常傳出是死於飢餓 因為物資很缺乏 還有傳說這官員 甚至會去A 受刑人的物資 導致了呢 這BBC就報導 很多等不到審判的疑犯 被認為可能呢 就是跟這一起引爆大越獄的原因 是有關 目前當地政府正在展開調查 鋼國民主共和國首都 金夏沙街頭一角 共和國衛隊士兵搭乘皮卡車巡邏 還有警察和軍人的身影 不少計程車被迫停在路旁 空氣中弥漫肅殺之氣 因為附近的馬卡拉中央監獄 爆發大規模越獄事件 官方提供的畫面顯示 監獄不只外牆破了大洞 內部也一片狼藉 預警強勢開槍示警 宛如地獄的數小時過後 局勢終於受到控制 監獄內死傷慘重 鋼國民主共和國司法部指出 這場越獄由內部囚犯策劃 監獄的行政大樓 糧倉和醫院都受損 政府正在調查當中 司法部長更放話 將查明並嚴懲 煽動破壞行為的人 這起事件也讓民主鋼國 監獄人蠻為患的問題 再次受到各界關注 事發的馬卡拉中央監獄 是民主鋼國最大監獄 新建於一九五零年代 可容納約一千五百名囚犯 隨著金下沙人口增加 囚犯人數也跟著增加 如今馬卡拉中央監獄擠了約一萬五千人 英國BBC指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等不到審判的疑犯 宛如擠沙丁魚的環境加上衛生條件不佳 餓死的囚犯不計其數 讓馬卡拉宛如人間煉獄 雖然當局今年七月才釋放四百二十人出獄 但顯然無助於降低監獄擁擠的壓力 如今發生越獄慘劇 鋼國民主共和國司法部承諾將建造新的監獄 並採取配套措施 試圖解決這項塵殃 華視新聞陳剛專題報導 而美國紐約呢 則是爆發一起重大的案件 我們要帶您看到是 昔日的前高官 竟然是淪為了中共代理人了嗎 近年來我們看到是 美國方面對於中國滲透議題 是非常的謹慎的 那麼這回被控訴的就是他 曾經擔任紐約州長 父母僚長的華英女子孫文 她在呢三號的時候遭到逮捕 可是她曾經任職 紐約州政府長達十四年的時間 而且她的任期跨任越了兩任州長 是在去年三月解職的 那麼她現在被逮捕 被控訴了十項罪名 其中呢就包含說 她是擔任了中國的秘密代理人 收受了中共的利益來幫他們做事 涉及了洗錢 詐欺 移民欺詐等等的罪嫌 而且說她還多次呢搞小動作 阻止我們的臺灣駐美官員 被認為時任駐美官員就是呢 蕭美琴 當時她要跟紐約的州長會面 可是卻被阻撓 而孫文呢另一方面而是大力促成了中國官員 跟紐約州官員的會晤 那麼針對的這多項的罪名 她在法庭上都是全盤否認指控的 最後是被以一百五十萬美元 折合臺幣 大約是四千八百多萬呢 來交保 那麼她的丈夫 同樣也被控呢 跟她合謀洗錢 實施銀行欺詐等等 同樣也都是不認罪 可是目前美股檢方認為 兩個人的非法所得呢 有高達數百萬美金 這些案子將在九月底的時候 再度開庭 走出法庭就被大批媒體包圍 身穿黑西裝的長髮女子 是美國紐約州長侯可的前副幕僚長孫文 她因為遭指控擔任中國代理人而被捕 美國聯邦調查局三號突襲孫文 與丈夫胡蕭位於紐約長島的豪宅 隨後便逮捕兩人 檢方共提出六十五頁起訴書 指控孫文在職期間涉嫌收受利益 從事對中國有利的行為 起訴書指出 因為孫文多次介入 讓州長侯可無法會晤 台灣駐美代表和其他官員 相較之下 他則大力幫中國官員與州政府牽線 還擅自發放邀請函給中國代表團 就連前州長古墨執政時期 也有孫文介入的痕跡 起訴書指出 古墨在疫情期間 公然感謝中國捐贈呼吸器 卻忽略台灣提供二十萬個口罩 也是因為孫文的小動作 另外前總統蔡英文2019年出訪 過境紐約時 台灣邀請紐約州官員出席晚宴 但孫文不但未轉達訊息 還被拍到公然參加中國喬社的抗議活動 根據檢方說法 孫文夫婦將他們收受的金錢 用來購買長島豪宅 夏威夷公寓及法拉利名車 借此洗錢 兩人則適當停喊冤 主張無罪 之後分別以一百五十萬美元 和五十萬美元交保 並限制只能在紐約市長島 綿英州與新函部下州活動 預計九月底將再次開庭 華視新聞 陳剛端正博報導 好 我們看到是孫文夫婦兩人 都是否認犯罪的 可是FBI現在懷疑他呢 就是擔任了中共的代理人 五歲的時候 孫文隨著父母前往美國 講的是一口流利的中文 還曾經成為州政府職位最高的亞裔 美國人 但是現在被起底 聯邦政府就指控他涉嫌非法 獲取數百萬美金的利益 跟丈夫是狂勞好處 吃香喝辣的 像是呢 他在這個紐約的長島住家 是價值呢 一億三千萬台幣 另外還有在呢 這個夏威夷的檀香山 有一棟價值呢 大約是六千七百萬台幣的公寓 他跟丈夫出入代步的工具 則是法拉利豪車 還有美國媒體爆料 說不只是孫文跟他的丈夫 在美國吃香喝辣而已 就連他在中國的家人 也是因為他的職位 而是雞犬升天 成為連高官都要巴結的 全貴家族 上美國當地華語媒體 四十歲的孫文 大談家庭是他的後盾 然而美國聯邦調查局揭發 孫文真正的靠山 卻是中國政府 美國媒體預估 孫文在紐約長島的住家 價值四百一十萬美元 還有一輛二零二四年份的法拉利 除此外 在夏威夷 也有一間兩百一十萬美元的公寓 至於孫文的先生胡蕭 在紐約皇后區 經營一家豪華酒莊 新冠疫情初期 還開了一家醫療器材行 發了一筆瘟疫財 根據領因履歷顯示 孫文擁有哥倫比亞大學 教育碩士學位 過去十五年擔任多個 紐約州政府職務 他曾是州眾議員幕僚長 隨後轉入前州長 古墨旗下 做亞裔社區的聯絡人 二零二一年九月 侯可接任州長 先任命孫文為副幕僚長 後來將他轉任勞工廳副廳長 五個月後 孫文被控涉及洗錢 電信詐騙 移民詐欺 遭到州長解雇 據了解中國高官私人廚師炮製的南京鹽水鴨還是直接送到孫文父母 在紐約的家裡 可以想見整個家族獲得巨大的特權 接受中國政府任務滲透美國 孫文目前被查出的犯罪 很可能僅是冰山一角 華日新聞 現場何佑菲報導 回到WOWNEWS NIGHT世界晚報 我們來看到 這是北韓官媒所公佈的一段畫面 內容是有一群孩童 他們在平壤表演了一個叫做 我們很快樂的節目 那麼裡頭的小朋友不但是唱歌跳舞 甚至還有人用嘴頂住物品 做出了危險表演 北韓官媒宣稱說這些孩子們 正用演出表達他們對於金正恩的愛 現代微笑不時揮舞國旗 小小年紀做出樣板戲般的表演 已經很奇怪 舞臺上甚至出現馬戲特技 鄧正在懸吊的梯子上 還用嘴頂住物品 微心舉動看了令人捏把冷汗 臺下觀眾卻不覺有意 朝中社則聲稱這場節目叫做 我們很快樂 孩子們用歌聲和表演 表達了對領導人金正恩的愛 北韓很擅長用孩童塑造形象 前領導人金正日掌權時期 就曾派兒童到國外演出 金正恩上臺後效法父親 八月還在洪水災區 擁抱小朋友 現在加上兒童馬戲表演 種種舉動就是要 行訴親民外表 只是熱鬧演出背後 單純的孩子恐怕不知道 自己只是金氏政權的宣傳工具 華視新聞 許晚寧 端正博報導 近期烏克蘭政府有多名高官辭職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烏克蘭的外交部長 庫列巴也在今天向國會遞交辭呈 烏克蘭國會議長證實 庫列巴要離職的消息 可是沒有透露辭職原因 法新社指出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庫列巴是在國際舞台上抵抗俄國侵略的 最知名烏克蘭人物之一 而烏克蘭內閣近期大地震 包含了戰略副總理 產業部長 司法部長 已經有七個人遞交辭程 是烏克蘭戰爭爆發三十個月以來 烏克蘭政府最大規模的改組 世界報台灣 我們先來看到是 新唐日報標題是 中國打琉球牌高校首社研究中心 去年六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考察中國國家版本管時罕見公開提及 琉球引發關注 那麼九月一號 大連海事大學就召開了 琉球研究中心籌備會計 琉球問題研討會 這是中國第一個琉球研究中心 背後顯然有官方影子 離不開地緣政治變化因素 日本近年鼓吹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那麼現在中國被認為 可能也要打琉球牌 可能會以不承認沖繩為日本領土 進行牽制 以牙還牙 而日經亞洲的標題則是 台灣頂級晶片製造商計畫 二零二五年 奶氣供應本地化 他們報導當中就提及了 台積電 華邦電子以及聯華電子等 台灣晶片製造商 正在跟當地的鋼鐵 以及煤氣公司合作 計畫在二零二五年前 開始在台灣生產奶氣 這是要確保晶片主要材料供應穩定 烏克蘭原本是奶氣的重要產地 可是從二零二二年 被俄羅斯入侵開始 晶片公司就開始面臨了 奶氣的供應中斷問題 所以現在台灣廠商就提出了 生產供應本地化的計畫 另外我們要關注的是 紐西蘭總理盧克森訪問南韓 今天跟南韓總統隱席月會面 譴責北韓的核武開發 同時也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這是紐西蘭總理時隔九年再度訪問南韓 南韓總統辦公室指出 兩國領導人共同譴責北韓的核武開發 以及平壤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 兩人同意將紐韓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另外盧克森跟隱席月也譴責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並且表達對於烏克蘭和平的支持 同時兩人也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還記得巴黎奧運期間 這一位土耳其大叔嗎 以著手插口袋的射擊姿勢奪牌而爆紅 現在這個手插口袋姿勢注射商標了 右手握槍 左手插口袋 一派輕鬆的射擊姿勢讓土耳其選手迪凱區 不僅摘下奧運獎牌也在全球一炮而紅 而迪凱區的招牌設計姿勢也被商人拿去 印製成包括T恤 馬克杯 手機殼等 帶有他肖像的各種商品來販賣 甚至還有人遞交迪凱區手插口袋的商標申請 針對這個情形 迪凱區的教練三號表示 為了避免迪凱區在不知情下抵觸相關規定 他們也大約在一個禮拜前 將迪凱區的招牌姿勢註冊者商標 教練還指出其他人的相關生氣已經被否決 而土耳其智慧財戰局對此事並沒有回應 迪凱區爆紅雖然受到全球血愛 卻也被不肖人士見有力可圖 動起外腦筋 華語新聞再次成為長播到 Hello 我是蔣新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國際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五二華視國際特區YouTube頻道